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成AB两个小组 小组前两名晋级四强进行交叉半决赛 其余队伍进入5比9名的排位赛 辽宁女排被分在了B组 同组有泰国钻石食品 哈萨克斯坦阿勒泰 蒙古呼斯萨库尔 以及中国香港协星女排 除了中国香港协星女排和蒙古呼斯萨库尔女排实力较弱外 哈萨克斯坦阿勒泰和泰国钻石食品是亚居飞的常客 也是辽宁队夺冠路上的拦路 辽宁要想小组出现 就必须挤掉其中一支队伍 目前 泰国队已经公布了参赛球员名单 由努特萨拉和外援纳塔莎领衔 努特萨拉的传球实力无容置疑 其阵中还有国家队的替补主攻萨西帕棚和替补复工提察科恩 若是让他们打出快速多变的战术 辽宁女排恐怕很难招架 外援纳塔莎的加入将提高球队的网口高度 在端满网高度提升后 后排的防守压力就会变小 这将考验辽宁主攻的强攻突破能力 哈萨克斯坦的奥尔泰女排是上届亚聚杯亚军 目前也没有他俩的参赛名单 上届亚聚杯期间 他们曾邀请过几名外援参赛 不过这支队伍的打法和亚洲队伍截然不同 完全是高举高打类型 辽宁女排在新帅吉田敏明的指导下 小球串联和防守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若是进入四强 辽宁队有可能会遇到另外两支来路 分别是九光制药女排和越南大蓝大学女排 九光制药女排是本赛季日本第一联赛的季军 虽然石井优西退役 外援范海克协议到期 长刚望优和中川美又在国家队集训 但该队实力不容小觑 他们延续了日本队的固有打法 小球串联好 速度快 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越南大蓝大学女排虽然是一支大学生队伍 但此番他们直接启用了越南国家队阵容前来参赛 致在家门口拿到好成绩 越南女排队长有一位身高188厘米的球员 被中国球迷称为越南朱婷 该球员的长相和男孩子颇为类似 弹跳高度和扣球力量也和男孩子有的一拼 此外 越南队身高是东南亚队伍最高的 网口不落下风 辽宁女排亚聚杯小组赛赛程如下 4月25日14点 辽宁VS蒙古乌斯萨库尔 4月27日14点30分辽宁VS哈萨克斯坦阿尔泰 4月28日17点30分辽宁VS中国香港邪星 4月29日14点30分辽宁VS泰国钻石食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